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如果您刚刚讲说花东拒绝同性配偶的这个登记 我觉得是不当的 而且是在法制面是违法 如果在赖市长 我希望在赖市长的任内就可以成真 如果在赖市长之后 我觉得其实在场各位委员 其实如果有机会 包括两位今天没有来的市场候选人 如果有机会能够入主事府 我们都希望能够通过 能够接受 至于我个人呢 我当然 我当然是 没有关系 但是我没有关系 继续红没有关系 因为我是民意代表 我要跟各位讲 可能各位不知道 这个对社会的冲击 跟我本来 我倾向支持 但是我的选民 跟我讲的 给我的压力 告诉我的 其实我觉得也有很多地方 他们是有道理的 第一个 我真的很难做决定 我会弃权 婚姻助记的部分 这绝对要支持 因为本来这就是他们 愿意选择自己 另外一半 他的一个人权的一个部分 相信我们都希望能够 寻找一个更好的方向 为我们这个同性婚姻的一个部分 做一个最好的一个处理 但是我们绝对尊重 同性婚的人权 我们需要进行下一个问题的 谢谢 因为台南铁路地下话 目前已经要进行 就是所谓的土地征收的程序 那四位委员 你们知不支持 在土地征收程序过程当中 开听证会 能够充分的发言 项目的讨论 这个听证才会有意义 我也是支持 因为本来就应该让大家 有充分表达意见的一个权益 那法怎么走 然后应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依照现有法律 如果现有法律认为需要听证 我们就一定要办听证 但是现有法律 没有必须要办听证的时候 为了失效 就不需要办听证 支持听证 谢谢委员 目前现在有很多的反同团体 一直在对性贫教育做抹黑的动作 那你身为教育文化委员会的一部分 你是不是认同 市府应该站在第一线 同意性贫平等教育应该确实落实 让孩子认识差异跟尊重差异 或是你应该要让市府 开始发一些懒人包或是什么 来说明性别平等教育的正确内容是什么 我认为让我们的下一代很清楚了解 什么是性别平等教育很重要 这我应该就是回答了 因为你说现在市府 因为市府现在是赖清德市长 那身为立委的话 你可以现在用你立委的身份 来告诉你的选民说 哪一些是正确性的观念吗 就是你愿意做到这件事吗 基本上现在什么是真正对的性别平等教育 到目前为止 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个人 都还没有办法很清楚地把它表达出来 台南五个好像只有我一个签那个法案 对 谢谢 谢谢委员 一件对的事情 一件对的事情不代表没有压力 但面对压力的时候 才知道对的事情该怎么去做 我们台湾很奇怪 我们现在台湾对性别的尊重 还留在处理性骚扰的阶段 对于性别教育 还留在淫秽的想象 我一直搞不清楚在蒙的脑袋里面装什么东西 所以 所以我 所以我必须要讲 任何政府 不管我担任立委 或者将来担任市长 任何政府 要有一个平台去处理什么 一个城市的伟大来自于不同 你像我们这个城市每个人都讲一样的话 长一样 那我们不跟金正恩同一国了 因为不同 所以要学会尊重 不仅在于同治议题 所以我认为说要成立跨局处的性贫 政策的推动小组 对于性别平等的部分 我们也主张 对于成年人要多沟通 对于我们的年轻人 以及我们的学童 我觉得其实要在落实在学校教育里面 要推动性别平等的观念 我没有赞成修法 我没有签就是我没有赞成修法 我认为是应该在一粒一修的架构下 让劳资协调合议成功以后 送报备许可 这就是需要修法 没有修法的话 这不需要修法 这要修法才会有这个机制 没有修法不会有这个机制 现在就可以 这个是可以处理 请你声明说这个机制是什么机制 所以可以这样 我认为要由劳方提出 因为我说的 对劳方提出 我知道有人说劳方会受制于资方 但是也因为这样 资方必须要去求劳方 才能够让劳方愿意提出 劳机法没有这个机制 委员请问是劳机法第一条的机制 不是 这个不是劳机法的机制 这是一粒一修的弹性处理 我们再回来当作仲裁者的角色 让劳资协议出来的东西 来报备由行政部门许可 比如说各行各业其实有很大 立场 现在会不会修法 还不知道 但是我有签署 签署的原因是认为说 加班时数可以劳资共同协议 共同协议的意思是什么 因为他的那两个案子就是 在三个月或六个月以内 把现在劳机法46小时 可以云到一个月上限54小时 这样一个月或三个月 对一个月或三个月 五十四小时 对 就开放三个月的变形工时 但是全世界没有这样云的 全世界在云的都是正常公时 法定公时 没有人在云加班公时的 您的意见我也会列入考虑 谢谢 因为你们推动的修法是 加班时数上限 不是加班费的加成改变 所以我现在问的是上限嘛 既然说没有办法加班 所以是46上限用完了 所以没有办法加班 是46小时都没有用到 那没有用到表示 这个企业的经营有问题嘛 如果用到了46小时的话 表示他薪水不会降嘛 是不是这样 我讲 没有啦 你讲的部分 当然你的立场 我现在讲的是说 劳工给我们的反应嘛 第一个问题是 关于无意的政策 对过去政府推动故意的政策 是要让故意的人受到不公平的对待 比如说 以前在好好禁说方言 不能说国民政府听不懂的汙烟 所以 还有 对小时到大 环境和教友 总是在无形中 让大家对母义 参与一些偏见 这种作法 让我们这位年轻人 不想他这么说 不久 像我 把做成教友政策 等久以来 没看到母义的重要 在这想要说 想要问 全母的礼物 所以 甘不愿意 让母义 放在正式的课程里面 也有其他 推动母义教友的政策 那是想法 谢谢 要如何控制住宅建设处备 一直去的这个问题 现主持人已经去到这种部 好 请 简单说 我知道你的心情 就是说 我们要爱又受到大碗 就是说 地方要发展 但是发展后 不能去 房子不能去 这 我觉得 有一定程度的困难 政府 这是一个自由指定的法则 我知道你的印自由指定 但是我不是要说这个 自由指定 也当中有很多规划嘛 但你还要听我 由但是开始讲嘛 好 好 但是 政府要紧收的力量 比如说社会主帖 就是一个 比如说 你如果有轻轨 还是说你有提供地下化 你把好的土地 来做社会主帖 让年轻人负担不去 你附近的地界就不会大企 对 外面的财团要来插拖 你要看全国性的大财团 都可以拌到那些肉体 来要去 未来 这个部分 我们在客户是什么 空地税 以为它养地嘛 基本上你刚才说的地界 应该是说 我们年轻人 根本家买不去的部分 我们一定要用社会主帖去走 这个社会主帖 我们台南 我们自己本身 还有很多 我们闲置空间 闲置的土地 其实我们应该去做 很多社会主宅开发 那今天交通脉络的一个建立 就是让我们整个 所有城乡 缝合城乡 拉近的很重要的关键 前两天才刚在院会通过 但是非常多人 想要问的一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删减掉了 那个落日条款的部分 是不是可以请叶宜经委员 作为代表回答 因为你毕竟是党团干部 没有删减 删除了落日条款 没有 没有 所以说这四年之后 接下来 可以四年之后又四年 四年之后又四年 这样子吗 我们是 我们是有监督机制 每一次都要通过立法院的啊 何况这一次提出来的就是只有两个阶段呢 他说后续不能超过那个四年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第一个四年之后可以有第二个四年 第二个四年之后第三个四年嘛 可以这样子吗 只有两个四年 是 因为我们都知道 这四位都是即将要选台南市长的 然后我也知道 新闻上有人去问了严存佐跟李俊逸说 为什么不要他们来 所以如果年底我们再办一场 市长候选人给问吗 各位是不是愿意来 当然 我们最爱讲话了 好 没有问题 那请各位欢迎年底的市长候选人给问吗 谢谢 是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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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